1975年4月5号 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救治无效 在台北阳明山关帝病师 享年88岁 此时距离蒋介石退去台湾 疫情过去了26年 在经历了26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蒋介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在蒋介石去世之后 世人为这位国民党统帅 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规模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少有 在蒋介石葬礼当天 宋美玲等亲人的表情格外凝重 但就在葬礼当天 工作人员打开蒋介石棺材的时候 宋美玲忽然无法抑制的痛哭了起来 一向以端庄姿态示人的第一妇人 为何如此失态 这其中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知见明史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蒋介石葬礼当天的背后故事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这样既能够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蒋介石是在1922年春节期间 第一次见到了宋美玲 并一下子被宋美玲独特的气质所吸引 宋美玲在当时既是出身名门 又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在上流社会中受尽人们追捧 宛如一颗明星 与之相反 蒋介石则是出身于浙江省凤华县的一个 严商家庭 虽然在当时蒋介石受到了孙中山的器重 但也仅仅是在大元帅府 谋得了一个行参谋长的职位 而且家中早就有了一期一切 在那个时候 蒋介石想要追求宋美玲 门不当户不对 简直可以说是吃人说梦 宋家在听说这一消息之后 宋美玲的大哥宋子文和二姐宋庆龄 都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甚至宋庆龄还放出狠话 宁愿看到妹妹死 也不愿意让她嫁给在城里有两个情妇的男人 就在蒋介石想要放弃的时候 宋家大姐宋矮玲出现了 宋矮玲对蒋介石有着很高的期待 她坚信 蒋介石会成为政坛中冉冉升起的一个明星 在未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如果能够促成蒋介石和妹妹的感情 甚至婚姻 到那个时候 势必会对宋家有很大帮助 于是 宋矮玲决定帮蒋介石一把 那个时候的宋矮玲已经跟男友刘继文确定了恋爱关系 蒋介石通过消息知道 虽然宋矮玲喜欢刘继文 但是心底并不对其有崇拜之心 于是 蒋介石便请求宋矮玲可以在宋矮玲面前帮自己美言几句 宋矮玲欣然应允了 宋矮玲不仅在宋矮玲面前好好夸赞了蒋介石一番 而且还告诉妹妹宋矮玲 如果她可以嫁给当时已经是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顺利成章就可以成为第一夫人 因为宋矮玲知道妹妹从小就有英雄情节 在其劝说之下 宋矮玲开始慢慢有些心动了 蒋介石这个时候也是趁热打铁 邀请宋家姐妹到镇江游玩 在镇江游览期间 蒋介石和宋矮玲慢慢对彼此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期间更是在两人游览至正板桥读书处的时候 蒋介石感慨到 自己后悔之前没有好好读书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 宋矮玲竟直接回答 如若蒋介石去到郊山读书 那她便可以在别峰安待法修行 终身陪伴在蒋介石身边 这令蒋介石十分的欣喜 看来大姐宋矮玲的劝说还是起了作用 回到上海之后的宋矮玲见到宋矮玲 更是说出此生非蒋世不嫁的话语 但是这门亲事仍然受到了宋子文和宋庆玲的反对 于是宋矮玲在蒋介石的白头之下 先去说服宋子文 但是宋子文虽然说答应了可以去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群人职 但是在小妹婚姻大事上还是表示反对 此时宋矮玲搬出了一张王牌 那就是在当时对宋子文有恩的国民党元老谭颜凯 谭颜凯亲自出面告诉宋子文 作为其父亲和孙中善的共同朋友 实在是不愿意看到 你们家因为这件事上了和气 况且美玲自己也已经做了决定 面对对自己恩仲如善的谭颜凯宋子文最终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于是默默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对于宋庆玲的劝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宋庆玲从很早之前对蒋介石就有了厌恶之情 所以此时任何的解释都显得十分脏白 软得不行 蒋介石只能来硬的了 1927年7月 宁汉河流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合二为一 在这种形势之下 宋庆玲被迫撤离武汉 去到了上海租界的寓所 在此期间 蒋介石派人对宋庆玲的行踪进行了监视 宋庆玲的处境可以说是十分危险 此时唯一可以帮助宋庆玲改变处境 出面制止蒋介石的只有宋爱玲了 于是 宋爱玲告诉宋庆玲 让其不要刺激蒋介石 以免蒋介石会做出过激的举动 并劝其退出政治斗争 另外 宋爱玲还故意给宋庆玲支招 让其可以去到国外旅行一段时间 来缓解下目前在上海的处境 不久之后 宋庆玲便秘密离开了上海 去到了苏联 一切仿佛都在顺利的进行着 朝着蒋介石想要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宋家家庭会议上 正当宋爱玲立牌众议时 却遭到了宋家老夫人 倪贵真的质疑 当时宋家的掌门人宋耀之已经去世 宋家老夫人是宋家最权威的人 或许是蒋介石早就料到了宋老夫人的反对 并且提前做了功课 蒋介石了解了这位宋老夫人的爱好 总结出了几点看不上自己的原因 首先因为自己是一个军人 而且军人的社会地位 在宋老夫人眼里并不能得到认可 另外自己之前结过婚 虽然是保办婚姻已经离异 但是这段经历在宋老夫人的心里 肯定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更何况当时在社会上还流传着 自己和其他女人的绯闻 最为重要的一点 自己不信奉基督教 蒋介石从三个方面找到原因 并和宋爱玲商议之后决定 以躲避战乱为由 邀请宋老夫人去到日本度假 宋老夫人也是阅历丰富的一位老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 邀请其去外地肯定是有着什么猫腻 于是宋老夫人坚持要带宋美玲一起去 这是蒋介石和宋爱玲没有想到的 这样一来 宋美玲去到了日本 两地相隔 机缘巧合之下 更是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 1927年8月 徐州兵败 蒋介石在种种压力之下 被迫下野 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 事实上 蒋介石的这次下 也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计划 他也清楚自己早晚要付出 这个时候远在异国的宋美玲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情书 蒋介石收到信后不仅立马回复 而且还将这两封信 登在了天津议事报上 这样的举措 更是让宋美玲坚定地认为 蒋介石有着大人物的英雄豪气 自己也没有看错人 而自己的婚姻 能够得到天下那么多人的重视 这也使得宋美玲心中有一种骄傲感 顿时使得宋美玲 对蒋介石的爱慕之心又浓厚了几分 分开的时间越长 蒋介石的内心越是煎熬 终于在1927年9月16号 蒋介石忍受不住 开始了采取行动了 当天在宋爱玲上海的寓所里 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 宋爱玲亲口向记者宣布 自己小妹和蒋介石即将结尾行礼 第二天 众多报社都刊登了这则爆炸性的新闻 与此同时 蒋介石率领着庞大的侍卫团 去到了日本 亲自去说服宋老夫人 在日本的度假酒店 蒋介石答应了宋老夫人 为自己日后会改信基督教 于是 在蒋介石的妥协下 宋老夫人终于同意了 蒋介石也成功完成求婚 1927年12月1号 蒋介石和宋美玲 在上海举行了盛达的婚礼 婚后不到两个月 凭借着宋家在江浙财团中的地位 蒋介石成功地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在之后的很多年 蒋介石对宋美玲也一直都很好 西安事变中 蒋介石被扣押之后 宋美玲更是力排众议 要求和平解决事变 并不顾个人安危 独自前往西安去营救蒋介石 蒋介石拜讨台湾之时 宋美玲也随之去到了台湾 这么多年 两人的感情一直十分深厚 就在1969年9月16号上午 蒋介石在主持完军事会谈之后 回到了杨明山关底休息 根据往日的生活作息 一般在午休之后 蒋介石差不多都会在四点钟左右 和宋美玲乘车去到台北近郊散散心 就在下午五点 两人散完心 乘车准备下山回杨明山关底 当车队沿着杨明山仰德大道行进的时候 突然有一辆军用吉普车猛然冲了出来 位于车队最前端的仙岛车司机 反应还是比较迅速 当下立即踩了刹车 正好和吉普车擦肩而过 但是身后的蒋介石坐驾的司机 可能还是因为一时紧张 原本应该踩的刹车 却误误踩成了油门 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子也正好撞上了前面仙岛车的后车厢 在撞车之前 蒋介石正在闭目养神 宋美玲也正习惯性的 翘着二郎腿假妹 两人也都没有挤安全带的习惯 再加上蒋介石坐驾本来空间就大 为了提高蒋介石的舒适度 之前车子还经过改良 加大了后车的空间 这样一来 加大了撞车的力度和能量 猝不及防之下 蒋介石和宋美玲两个人 都是直接被惯性撞到了前面的隔板上 蒋介石的嘴唇直接当场出血 胸口也是一阵闷痛 宋美玲的颈部和双膝也都创伤严重 蒋介石夫妇二人随即被送到医院 也对吉普车进行了盘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经医生全面检查之后 蒋介石只是嘴唇有小范围的撕裂 宋美玲也只是一些皮外伤 内脏等重要器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在几周之后 蒋介石觉得自己的体力大不如前 在后来的一次例行检查中 医生发现蒋介石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检查心电图的时候 蒋介石的心脏传来一阵一阵的杂音 这个时候心脏医生终于发现 是在不久之前的车祸当中 使得蒋介石的主动脉半膜受到了重创 但当时因为医生和蒋介石都没有发现 致使后续带来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蒋介石的心脏开始变大 并对其健康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在车祸之前 蒋介石很少感冒 即使感冒也是过个一两天就自动痊愈了 但是现在 蒋介石身体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毛病 各器官都开始逐渐衰竭 这使得蒋介石的身体和心理都一天不如一天 再加上当时新中国一连串的外交事件 1971年10月25号 中国以压倒性的票数 在联合国第26届会议上 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并将台湾当局代表从联合国中驱逐了出去 随后不久 美国尼克松来华访问 紧接着在中美联合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些都使得原先想在美国庇护下 抱有反攻梦想的蒋介石 深深地受到了刺激 在种种情况之下 1972年 蒋介石去世的前三年 因为血管硬化 主动脉闭锁 使得蒋介石的心脏功能进一步受到了影响 甚至一度出现了心率不齐的情况 就在尼克松访华不久之后 蒋介石突发心脏病 健康状况堪忧 短短三年后 蒋介石就彻底离开了人世 享年88岁 在蒋介石去世之后 宋美龄、蒋经国一行人 为蒋介石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在其去世第二天 台湾的各大媒体都公布了这一消息 并将原本的红色版面 全部换成了黑色 台湾的人民也都纷纷表示沉痛的哀悼 就连昔日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 刺客也前来悼念 张学良的到来 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只见张学良手指微微颤抖 覆没了一下水晶棺 未说一句话 临走前将其亲手写的婉帘留在了现场 只见婉帘上写着 关怀之音 情同骨肉 正见之争 宛若愁愁 这十六个大字 道出了两人一生的恩怨纠葛 而自从蒋介石去世后的宋美龄 虽然难过 但还是在众人面前保持着第一夫人的姿态 没有落下一滴泪 但就在出殡之时 工作人员将蒋介石的棺材打开后 崩了太久的宋美龄突然失声痛哭 除去第一夫人的光环 我们都忽略了此时的宋美龄 其实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刚失去爱人的一个女人 后来宋美龄因为在台湾太过堵穆斯人 于是没过多久 也就去到了美国 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 留下自己珍贵的意见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 别忘了给支箭明史点点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